文章我们来学习一下设置临时文件位置 及虚拟内存的位置及大小 进一步的减少系统的体积 首先让我们进入文7 单击开始 控制面板 系统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单击高级系统设置 在这里我们单击环境变量 然后我们看上面是Adminstrator的用户变量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 有一个TEMP和TMP 大家知道呢 这是系统临时文件 那么临时文件的位置 那么现在默认的 它应该是在C盘上 我们可以去单击编辑 给它更改成 另外一个盘幅上 比如说D盘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输入D冒号 然后-PMP 这是更改它的位置 让我们的系统更加 体积更小 性能也就更 更快 更好 那么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改变这两个值 在这呢 因为我的虚拟机呢 它没有其他盘幅 所以我就不再演示了 另外呢 就是 在性能里边 单击设置 单击高级 然后在这里单击更改 我们在这呢 是更改虚拟内存 位置和大小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自动呢 是选中了这一项 说明自动管理 所有驱动程序上的分页文件 我们可以把这个对勾去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选择C盘 单击无分页文件 单击设置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啊 这个提示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不使用分页文件 不使用分页文件 那么如果是内存小于两个G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运行大的程序 有可能会出现 虚内存不足 那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去选择其他盘幅 那这里边的没有 应该选择其他盘 比如说D盘 然后呢 我们再去使用系统管理的大小 来进行设置 这样的话呢 虚拟内存 它的位置就变到了D盘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定义大小 这个自定义大小 一般情况下 设置的时候呢 是物理内存的1.5倍到2倍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把虚拟内存的位置 变到其他盘上 大小呢 我们可以根据情况 来进行设定 搭了 我们也可以呢 直接选择这一项 然后让系统去进行默认 通过这两个内容 我们可以去改变 临时文件的位置 以及虚拟层的位置 其大小 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们系统的体积更小 速度更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